剛剛我們看完大家 每個人有的很會畫 有的不太會畫 怎麼辦 你以後也可以來這裡 因為這個是最近Google 推出來一個服務 在這邊 這裡 你的往下走一點 你這個之後的下一張 二十頁 第二十頁的投影片 有沒有 這裡老師有一個部落格的文章 你看 你不太會畫對不對 你就進到這個網址 Google的這個網址 用人工智慧幫你一下 我們看看 你們有美感障礙嗎 我會畫畫的 你們有美感障礙嗎 那你要看作品就按藍色的 要開始畫就畫這個 你看老師先畫一個給你看好不好 你看喔 預設我們進來之後 就是這一支神奇畫筆 就在這裡 一進來就是在這個 自動畫筆 比如說你要畫個 今天天氣還不錯嘛 太陽 如果你要畫太陽 我本來想說畫個雲 你看我就簡單畫個雲吧 老師畫了棉花 對 你看上面 他有沒有告訴你 你是指 你是指什麼 有沒有 對 我的雲 這個比較像 這樣我就會畫了 這樣會了齁 如果要加個太陽 你就再畫個太陽 燈燈燈 換成這個移動工具 你就可以來這邊點他一下 啊 你要放這邊 還是要放這裡 大小可不可以調整一下 有沒有 那 這個畫好之後 你也可以填顏色喔 你看這邊 有沒有這個油漆桶 你就可以換顏色 阿太陽 紅色的 倒進去 這裡 雲 藍藍的 就把它倒一下 點到他 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你可以控制加C 控制加P 也可以複製喔 這樣有了解嗎 好這個是 剛剛這一種 就會自動把我們辨識的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就是 我就是 我喜歡畫自己的樣子 你不要管我 你可以用這一隻 也可以打字 這樣都沒問題 那還原呢 也是OK的 這裡 有他的 這個 右下角 這就是我們畫的 這個畫布的大小 畫布的大小 如果你覺得 嗯我這樣畫的差不多了 還是說你覺得 要加一隻鳥 小鳥怎麼畫 這樣會不會被笑 蛤 不會 對 哦 有了 他總算 對 對對對 這裡有很多可以選 好不好 哈哈 啊 這一隻比較好看一點 因為我不太用畫的時候 我就找一隻好的 哈哈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畫好嗎 哈哈 好 請問你畫完了怎麼辦 來這邊 有沒有可以下載 嗯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 不過要注意一下 你這個畫紙 如果你因為原本比較大嘛 如果你是丟這樣子 連旁邊這邊白白都會留下來 齁 所以你就把這個畫紙 你自己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 假設我就要這一張 我就這樣把它下載下來 他就會把檔案幫你抓下來 有沒有 這樣就存下來了 那預設的檔案格式就是PNG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欸 可以這樣玩 好